大家好 我是兔頭 現在在我家附近這邊 鄉下 烈日當頭的情況 我們現在要實施這一組 太陽能汽車風扇 這個聽說可以裝在 汽車整蒙玻璃這裡 然後露點小口 它可以一端 朝外 然後把風一直往外抽 或是往內抽 聽說這樣子可以讓 曝曬在大太陽底下的 車室內溫度降溫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 看看到底有沒有這個效果 我為了實測的效果 現在一個人坐在烈日 當頭的太陽底下 哇 你看現在的溫度是 33.8度C 打開 看有沒有效 好像沒有耶 我們現在真的是烈日當頭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 使用了這個風扇之後 溫度沒有下降 持續飆升 哇 一直飆啊 我風扇已經看到最大了 這東西真的有效嗎 是我裝錯嗎 看著持續上升的溫度 我不禁覺得 還是發動車子好了 看著這個溫度 有了有了有了 溫度驟降 現在冷排測試 也不知道有沒有成功 你看我整個人 都是汗水 他在這裡 辛苦的運轉著 然後溫度 他上面的溫度還寫 40.5度 不知道什麼情況 然後我們 我不知道今天這樣的結果是 成功還失敗 總之我們今天實測了網路上的 太陽人冷排風扇 結果 熱到爆啦 好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按喜歡 或是按訂閱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